得到了正面 佛法像法时期传到中国来的 在中国这一千多年 要照中国历史上来说 佛法是厚瀚永平生年 正式传到中国 公元六十七年 那么到现在是一千九个多年了 这就是向法一千年过去了 末法一千年也过去了 所以中国的禅风非常之深 因为向法时期禅定成就 末法时期净土成就 这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现代人看这一段经文 就像是释迦牟尼佛的欲影一样 我们现在末法时期 依照佛的指导 我们修学了信徒 不违背佛的教会 所以这两种因素 所以这两种因素 我们决定选择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门最主要的经典 就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根据古大德 考证 都认为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不止讲一次 那么诸位必须要知道 佛舍一切经 只讲一遍 没有讲过两遍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现象 佛舍多次宣讲啊